王莽真的是被刘秀打败的吗 这么说吧 刘秀其实就是个帮忙摘果子的 王莽的垮台与他的直接关系真的不是很大 甚至可以说王莽是被自己人给干掉的 咱们先看看王莽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之前用了至少四集的内容去聊西汉的灭亡 以及王莽篡汉的历史 其中提到过西汉的毁灭 是由于土地兼并和社会问题 与秦代以来沿袭的社会制度产生了矛盾 结果王莽这个货扛出了脱骨改制的大旗 用一系列复古的方式 直接把火药桶给点爆了 当时间来到新莽政权建立的第八年 也就是公元17年的天凤四年 在今天江苏徐州以来爆发了驴母起义 也就是在这一年 游荡在湖北北部的破产流民 形成了陆林军反抗组织 之后在山东的北部又爆发了赤梅军起义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新莽政权境内 起义已经是遍地开花 可即使是这样 这些农民起义也只是单纯的抢夺当地的地主财物 并没有大规模的对抗朝廷 汉书王莽传就记载过 一个豫州的官员被扶植后 质问叛军说你们为什么要反抗朝廷 这些起义者的回答也很直接 就是因为太饿了 不过是想逃口饭吃 从这就能够发现 直到这国内的起义也只是单纯的 底层人没有活路而已 而这个时候 新莽政权依然可以正常的运行 然而这种情况在帝皇三年 也就是公元22年 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的河北河南爆发了大规模的天灾 大量的难民疯狂涌入到了陕西地区 而盘踞在大红山的陆林军 因为爆发瘟疫 不得不向北方的河南洛阳地区进攻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 国内的豪强大族们忽然就和亡莽翻脸了 我们刚才就说过 新莽政权乱的这几年 是由于亡莽改革 激化矛盾导致的底层人民反抗 可是当时全国地方的豪强大族 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单纯的看热闹 可是当全国的矛盾激化 朝廷眼看就要压不住的时候 这些地方势力立马就偷果子了 他们动用手里积攒的钱粮 招募流民组建军队 封闭当时重要的交通路线 在后汉书李章传里面就提到过 河南河北的地主豪强 在交通路线的重要烟口处建造营垒 断绝了朝廷与其他地方的联系 直到这一刻 新莽政权才真正到了要完蛋的时候 为什么这帮人会突然翻脸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帮豪强大族 完全就是一帮政治上的投机者 当王莽的权势滔天的时候 他们就疯狂的去舔 硬是把王莽给推上了皇位 可是当全国局势混乱 王莽是为农民军势大的时候 就立马改头换面 加入其中 希望在新政权里面混得一个好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说 王莽不是被刘秀打败的 他能够登上皇位 是稀罕的地主们 想通过支持他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等大家发现这户不仅不合作 还真的搞改革 于是就果断抛弃了他 然后把愿意合作的刘秀给推了上去 这就是这个刘秀打败的